已經由柯總召來告訴說 我們人數怎麼樣來處理 要進行學商 所以今天就先不去 學商好以後自然會比較順利的來開 那麼誰來當會長 沒有一定 最後應該還是會依照學商的結論來處理 所以這是大家共同的事 院長柯總知道這件事情的角色是什麼 我不清楚 他聯絡多少人我不知道 民進黨也只有他一個人來跟我接觸 學商主要是跟誰在學商 現在未來總有學商的一個管道 彼此間就是要共同來募求整個輪世案的一個圓滿處理 然後讓這一個文化總會會順利的運作 因為講過剛剛劉一會長他講說他對我說你十二位吃貴今天都沒有出席 但是非常厲害跟不及 那你怎麼看這件事 對啦 這個本來大家都應該要出席啦 沒有錯嘛 那是因為民進黨方面有意 那先來進行這個輪世上的學商 所以大家才說那今天就乾脆等到學商好再去好了 這也是為了讓整個會這個組織未來能夠順利的來組成 委長今天有被問到說他今天是他任期的最後一天 那有沒有必要請辭代曆 這個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你不覺得他需要請辭代曆或什麼 應該沒有啦 不必啦 我想最重要還是這個大家好好的去做一個學商 那做輪世上的安排 我想這樣會很圓滿才對